HELLO 大家好 歡迎觀賞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欸 拿這支買送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 看到這個每個人都在這邊 水溝蓋 上倒壺 是下速還是冒速 做賓士被人家載走 有沒有 所以開這個不行 要開賓士 喔 不是 我們這一集要講的是 86 2012年的 首次排的 那這一台我告訴你 你如果以為它是86的話 你就錯了 這一台是這個 欸 這不是自己改的呢 以前看到很多那個 Yaris Artists Wish 有沒有 買一個這個Mark 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很秋條的樣子 再來是真的 賽翁 斯瑪 燕之飛福的賽翁 日本的Toyota的一個子公司 專門做銷往北美洲的一個車子 所以這一台是外匯的 六速手排 那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2012年是86跟 Sion的FRS 我剛剛沒有介紹 這叫FRS 北美叫做Sion FRS 這個叫Toyota的86 速發路的叫BRZ 當時86在台灣 2012年只有引進三個版本 116萬 最陽春的版本 再來一個是126萬 小尾翼的版本 再來129萬 是大尾翼的AERO的版本 2012年呢 BRZ已經有手排款了 那時候定價是152萬 秋白的 還有掛了SUBARU的 就多了很多 然後那時候呢 86讓了它三年 在2015年的時候 86才開始有引進這個手排的版本 Sion FRS 當初都是水貨商 從美國外匯進來台灣賣的 看準了沒有手排款 所以就從美國呢 進了這個手排款的Sion回來 在台灣販售 那時候印象沒記錯的話 六速手排版本的Sion 賣的是138萬左右 這給大家做參考 但是呢 不管是BRZ 86 還是這個FRX 這三種車 都是在日本群馬店製造的 速發路的工廠製造的 然後再銷往國外去 86是因為它的鋼進跟沖塵 剛好是86x86mm 取名叫86 再加上它也是在紀念之前的AE86這個車款 雖然它跟之前的AE86 已經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了 Sion為什麼叫FRS F呢 就是FRONT 前置引擎 REAL-REAL-TRIP 後輪傳動 S就是SPORT的意思 那BRZ的B 就是BUSH的引擎 水平對貨的引擎 R也是後輪傳動的意思 Z呢 頂端的意思 頂尖的意思 先利時手錶 一模一樣 這個當然水平對貨嘛 大家想到一定是速發路 對不對 引擎是速發路的 幾輛出幾行 速發路用它 它新式FA20的引擎 加上TOYOTA鋼內磁奔技術 他們融合一起做出了這個 200匹馬力 2000cc的這個水平對貨的引擎 那小事之前跟大家講 你要看到一台車的CP值高不高 或者是說這個車廠 引擎做得好不好 你去看它每公升可以炸出幾匹馬力 你就知道了 2200 每公升可以炸出100匹馬力 就算是還不錯的一個引擎了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這兩台車 長相有什麼不一樣 走吧 好啦 看一下大燈 這個很有趣 這樣一比較你們就知道有什麼不一樣了 這個方形的魚眼看起來質感 TRD的大包 其實這台車有加一個空力套件 86有雨刷的大燈清洗器 不是雨刷 大燈清洗器 那這個就沒有 當初這個賽翁的FRS 它是銷售到北美的版本 所以配備會比較偏美規的 而且它當時還做了很多客製化的一個接單 你在買它新車的時候 你可以針對內裝外觀空力套件 底盤設定等等 你可以用不同的選配 有點像Mini的感覺 有沒有 有些買Mini說我要選這個英國車頂 英國的後煞車尾燈等等 你在買新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它做一個定制這樣 打開引擎蓋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FA20名機水平對貨引擎長什麼樣子 好啦看到啦 基本上這台車的 兩台車的引擎是一樣的 那這台車比較特殊 它這裡有改了這個HKS的避震器 可調的 傾角可調的 剛剛講TOYOTA缸內直噴技術 D4S 所以上面寫TOYOTA下面寫SUBARU 那這台86就是原廠五改裝的 我跟大家稍微簡單的講一下這個水平對臥的引擎 水平對臥的引擎 它比較薄 為什麼 跟雞雞一樣嘛 你躺著的時候是這樣嘛 你如果側邊的時候是變這樣 所以代表說它的厚度會比較薄 但是它的寬度會比較寬 你如果有去看過這個水平 好像也有講過一點點對不對 水平對臥的引擎 它就是兩顆兩顆就打成橫的 在雙邊 所以說它會又扁又寬 那就造成說你會發現水平對臥的車 那個引擎都非常的低 你看一般的車引擎都大概要到我們的腰 腰部 有沒有 這個才到我的 連我的雞雞高度都還不到 膝蓋上面一點點而已 大概在我膝蓋的位置而已 所以它的重心可以擺得很低 有些東西你就變得都要兩套就對了 引擎上蓋 你本來四根 然後上面蓋起來就好了 現在分開你要兩個蓋子 兩個那個凸輪軸 什麼東西都要乘二 那個鏈條也要乘二 所以就會造成原本會比較提高 因為它壓迫到前輪的底盤設計了 所以大部分的水平對臥的車子 前面的底盤設計都是賣花層 沒有辦法做多連桿 不是沒有辦法做 我這樣講會被泡會被酸 沒有錢解決不了的事情 如果有的話就是你錢不夠 所以意思就是要花更多的錢 你才有辦法做出更好的底盤結構 所以大家可以去觀察 大部分的水平對臥引擎 做的前面的底盤系統都做賣花層 好像這台車86 它就是前脈花層 後面就是雙A被 那再來一個就是它要換 比如說這個車最難換的那種火星塞 之前換火星塞從上面都可以換了 如果直列四缸 可是它現在移到側面去 你火星塞會很難拆 哪裡 幹這幾部啊 對啊就拍下來 不要以為這是壞處 你看像發電機超好換的 對不對 對啊發電機 還有一些感應器 Sensor都在上面都很好換 這個是壓縮機 這超好換的 好所以會造成說有些東西難換 但是有些東西就變好換 那之前這個EJ系列的引擎 就是常常有人會 詬病說這個活塞環 波濕很容易磨損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說這個水平對臥引擎 是一個違背這個地心引力的一個東西 它變成橫的在運轉的時候 那就會造成說因為流體力學 你的活塞是不是需要這個機油來潤滑 但是因為地心引力 大部分的機油量會跑到下半部 所以你會造成上半部的潤滑 如果在你激烈操架的時候 有可能會不足 就會刮傷氣缸病 FA20的引擎 它有修正這個缺點 它加大機油幫補 大概加大30%的壓力 而且它更改了機油幫補噴射的位置 它就是希望這個上半部的浸潤 機油的浸潤量比較足一點 好 那這個引擎蓋非常的輕 磁鐵 有沒有 吸不住 真的耶 這是鋁合金的 知道它的功能了吧 你看 這邊就卡住了 有沒有 這就吸住了 看這邊 欸 吸不住 有沒有 吸不住 完全吸不住 完全吸不住 這邊就吸住了 其實小師很多年以前 就開過手排的BRZ 當時是被 就是被三下自酒害的 有沒有 灰心屋屋屋 和善可以開86 幹還白的有沒有 帥 我就去買一台 也開了蠻久了耶 應該開了一年多有 對 手排的BRZ 因為那個年代 剛剛有講過 86還沒有手排 好 一樣 無框的玻璃 開門關門 它都會有一個上升跟下降 車紅線 有點仿賽車椅的感覺 然後它有配備 比如說電摺的後照鏡 電熱椅 雙電熱椅 恆溫系統 定速 換檔的撥片 好 來到後面 有沒有看到 雙出尾管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塞隆的 Carbon的 後燈外框 而且它把煞車燈 小燈 方向燈 倒車燈 都整合在這個圈圈裡面 類法拉利的設計 那你如果說是86的話 就是 有沒有 方向燈在這邊 傳統燈泡 看起來很遜 還看得到黃黃燈泡 橘色有沒有 它就把煞車燈 倒車燈 就把它分散開來 它這台的雙出排氣管 是有Carbon包覆的 這台比較不一樣 你看這台的後車箱 蓋就黏不住了 這也是改裝套件 輕量化FRP的 我們連腳踏墊都是 FRS的 我跟你說 這組 拿去網路買 買幾千塊 有沒有 什麼樣 因為很多86 都想要放這個腳踏墊 覺得自己是 有沒有 跟人家不一樣 以前改車就是這樣 三門的就喜歡 覺得五門的很帥 對不對 你如果是五門在路上比較多 你就覺得三門的比較帥 以前改車的流行就是這樣 比如說 壓慮池都是五門 路上跑到五門 你如果開一台三門的軸去幹掉 有 真的屌 以前改車都是這樣 LINKING 前 前六後四的卡鉗 原本配的是17吋的Type 現在已經改成19吋的 風碟加大碟盤 OK 視我塞卡鉗 有沒有看到 我們原來就槍射了 好不好 看到側面一樣 Carbon的色群 後照鏡也是Carbon Carbon有多多上多多 好不好 只要有地方可以用Carbon 我覺得不放過 來 進氣孔 這也是一個套件 一樣是帶方向燈的 你看原來86的進氣孔就是 紅色的 但這外面有賣套件 你也是可以換 來 前面的卡鉗 六歐塞看一下 帥 這台車的內裝更酷 開門之後 印入眼簾的一樣 Carbon的 固定門檻 低調奢華 先看門板 它連主控開關 一樣是Carbon的 可是我發現沒有電折後照鏡 我講過了 美國人開車 地大物博 膝肉棒子精神 買過就是撞下頭 不用電折 好不好 什麼都大 Carbon的握把 你看這個就不是原廠的東西了 這個反皮的編製都是車主 清新改上去的 還有白色的皮革 非常漂亮 連這個全部都是 雞皮的 中控台 上下 帶白線 車封線 冷氣的框 都是Carbon的 還有儀表 也是Carbon的 方向盤 一樣Carbon 整個中船 椅子 乃至於屋頂 全部都換過了 對 對 好那這台有發現 它自己也改裝了這個影音系統 然後呢 它沒有恆溫空調 美國人 怎樣 什麼都大 跟冷氣什麼關係 沒有齁 美國對不對 大啦啦的 要就吹真風 對不對 沒有常常跟你恆溫空調 轉了一下 我其實比較不喜歡恆溫 它冷熱就自己調好 你就不會再調了 對啊 覺得冷再調熱一點 覺得冷再調熱一點 很難嗎 買個便當不要 你就要叫熊貓 要這麼便宜 這台車還有很多的改裝 它包含底盤的 剛剛講的4ZHKS 還有它改了碳纖維的傳動軸 碳纖維的傳動軸 可以這個 拉轉會比較快 然後它可以達到節能 加速度增加的一個效果 好那接下來天色快暗了 就叫泰山好好的把精華拍給大家看 我說那麼多也不好 好走吧 等一下去試車 泰山 是你講 是你講 欸我們上次講叫什麼 塞翁 塞翁 不是你講 是你講 今天這台喔 也是丟到結束的 好啊 等一下 你會 啊幹你海軍喔 海軍應該不會暈船嘛 漂亮啊 好就盡量開啦 今天開這台這個 86的朋友 F2R 不是F2R 是 前置引擎後輪驅動的Sport 那因為今天這台車喔 不代表實際的原廠車的測試啦 因為這台車是有改裝的 改裝了近排氣 改裝了前面拉到後面的傳動軸 改Carbon 那很貴喔 那一隻好幾萬 但是喔 傳動軸改了以後啊 之前有遇過啊 你們自己也可以上網爬文 你Carbon 大概輕了 輕了10公斤吧 我印象中是輕了10公斤 然後 因為比較輕 所以它拉轉速會比較快 因為那個傳導比較輕盈嘛 所以油門在踩的時候 會變得 我們台語講比較輕搭 比較輕搭喔 就是我現在油門踩起來 就覺得 比另外一台86的 來的輕盈多了 據說也會比較省 那這個四支避震器喔 是HKS的 這台車基本上都是 好料上升啊 我跟你講喔 我常常叫大家 要買這種 你要買一些性能車 比如說Golf 對不對 BMW的335 有沒有 最近最流行的 大家都來問小師 說那台車30萬賣嗎 我們安迪老爹那一台 大家都來問我說 安迪老爹那台 我說那台不是我的 那台是安迪老爹的 我家的30萬賣 我還不賣 好不好 那有可能代表 市面上怎樣 就是買不到的30萬 對因為我家賣 我還不賣啊 對不對 搞不好我跟他出事實 他就賣了 有可能 所以行情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我才常跟大家講 不要老是看人家 顧多少錢 對不對 你也要人家願意賣才可以啊 對不對 你現在大家看這個335 30 你處理買看看 看你買得到嗎 對不對 人家是 上一集 G35 我們就講過了 對啊 大家也都想買 大家也覺得很便宜啊 問題是你買不到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機緣啊 是不是 這個配重喔 將近幾乎1比1啦 好像是前 前 53後47的樣子 所以我們等一下 上山去爬一下 看看這個所謂的1比1是怎麼樣的感覺 好不好 後輪驅動200匹馬力 自然進氣 啊 防滑關掉 你看 為了提高點閱率 防滑關掉 我們是 不專業試車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在賽道 或是這樣 提醒大家不要當馬路小英雄 好不好 我們就是慢慢的 來幫大家體會一下 體驗一下這個車開起來的感覺 那我覺得很奇怪喔 像這個車明明就是速發路的引擎 對不對 可是其實啊 我覺得它油門 你在踩油門 聽到那個 引擎針的板潰啊 排氣管的聲音啊 我覺得卻不像那個 IMPRESA那種聲音 就是這樣 然後油門踩 囉囉囉囉囉囉 沒有 不是IMPRESA 不是喔 不是SUPRADU SUPRADU 不是不是不是 它這個油門踩起來 我覺得不是SUPRADU的 那個水瓶對我引擎的聲音 我會有聽到一種很像 疑合氣風扇的聲音 我在移車啊 在場子裡面移車 我都覺得油門踩起來啊 那個引擎傳來的聲音 很像以前那個瑞斯 疑合氣風扇的瑞斯 在那種聲音 在那種聲音 像這種避震器喔 像這種避震器真的關鍵在於你進了山路 然後你一個比較快速的過彎的時候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支撐性 但是呢 無奈大部分 當我們都在平面道路使用的時候 你其實是感受不到它的用處 你只會覺得很不舒服而已 如果說想要開一台馬力比較大的車 或者是說 你去改裝你的車 然後你把馬力弄得很強 你想要去強化你這個在山路上面過彎的速度的話 好的煞車絕對是必要的 摩擦力嘛 所以它疊盤就變熱 變熱就是衰退 衰退你就會煞車去那邊擦 到最後甚至啊 比賽沒煞車都有可能 好不好 換賽道房的 煞車很重要 那我覺得一個還不錯 它時速表在地精的裡面 會有一個顯示時速 但是抬頭還是比較方便 眼睛還是要稍微往下看一下 才看得到那個時速 欸那我們說這個是高轉的引擎耶 所以我們轉速其實可以讓它拉高一點 試看看 但是這個山道是一個二檔的山道 所以 太單的東西一直噴 我猜就慢耶 那不是我猜的 哇 幹 這比這幾號啊 我還會轉過頭咧 太陰 有時候 像董哥那種有沒有 他們在測試車子 其實都在測試車子的極限 輪胎的極限 轉速的極限 轉彎速度的極限 其實齁 這個我們這個什麼 南深路是不是 南深路這邊的這一彎 其實是可以用二檔 攻到底 根本就不用上三檔 你如果你的轉速可以拉到七千多轉的話 可是我怕太常會嚇死 不會啦 幹 這個其實從後到尾都是一個可以用二檔的彎 二檔的山路 它這個直接出彎就可以在油門 轉速就可以再補下去了 轉速就可以再補下去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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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過彎喔 退二檔油門補一下 覺得屁股稍微滑了一下 那個我看那個巡奇防滑燈閃了幾下 啊我在想是如果沒有巡奇防滑 我應該就GG了 哈哈 非專業車手好不好 我們這不專業私車 那基本上喔 在這二檔三檔之間啊 開這個山路啊 我覺得它的這個車體底盤的設計啊 很平衡 整體上面是非常平衡 你的屁股還是 屁股的慣性還是有一點點滑 但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已經算是一個 蠻有操控樂趣的車 不過在這個山路 我一樣喔 在半年 搞不好一年前 對不對 我不是試那個C2嗎 一樣是這條路啊 它那個過彎的感覺喔 所謂先背車的那種過彎的感覺 跟這一種 軸距比較長的 車體結構比較 車身結構比較長的車的這種 過彎的那種樂趣又不太一樣 C2那種你會感覺喔 人家很 以前小時候看雜誌有沒有 車評最喜歡說的 切豆腐 我在我國中的時候 我開始看汽車雜誌 我不知道 怎麼叫做過彎像切豆腐一樣 我沒有辦法體會 切豆腐是什麼感覺 是很流利嗎 很滑順 就咻這樣穿過 可是我切豆腐的經驗都是爛爛的 切下去豆腐都爛掉 刀不夠力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車如果好的話 過彎就可以像切豆腐一樣 手就過了 這樣就對了 好啦 反正我沒辦法體會啦 可是喔 真的C2它就是 非常的準 準確 你要過這樣子的彎道 這樣的彎曲度 然後你把方向盤指向 它就是非常乖 非常聽話的 照著你要給它的路進去 這個車我給它一個我要去的路進 它會過頭 它會過頭 就是屁股比較活潑 對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像這一種的車身的結構 跟它的車身的重量 比起C2那樣子的小鋼炮 來的又更沉重一點點 所以說它的穩定性我覺得 會比C2來的有安全感一點 然後它這個有改快排 所以它的排檔行程很短 但是這一項都不要講話 我就這樣開好不好 你看像我剛剛覺得我超過,又修正了一下 真的會轉超過 剛剛有一群少年仔在那邊看有沒有,帥 看這很彎喔 台山你是不是一直在想點閱率的事情 沒有,我是安全駕駛好不好 你不要一直想點閱率的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我們現在也爽得差不多 我們要買一個手排的,好照顧的 價錢相對到一個還可以接受的程度的車子 好玩有樂趣,開出來又有一點點心曠神移的感覺 我想男人都有個夢想 我相信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能從這個看頭文字體開始 對不對 一直到轟動推出86 我相信有很多年輕人把這台車 視為人生的一個夢想之一 就是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買一台86 我也是啊 所以我已經買過了,我已經爽過了 對,我是在三下持久的時候就買了 四面上的86,我們先不要講這個 因為這台車比較特殊 它除了一些改裝內 這個是根本內外都已經是鬼斧成功了 好不好 那我們講一般四面上的86 因為2012年開始 2012年的86 四面上我們在買的價格 現在應該在65萬左右 你以那個有尾翼的來說 自排的 那手排的版本呢 有人習壽 覺得手排應該要比自排貴 也有人 手排的價格賣的是跟這個 自排的是差不多的 當時BRZ是比較貴的 BRZ是150 你如果買的是這個自排86的話 它130左右 差了20萬 所以手排的BRZ有人會賣更貴 你如果只是想要開一個 雙門的86園一個夢想 那事實上我覺得 因為我開過我們另外一台86 它如果是自排的話 它的避震器設定就沒有這麼的彈跳 那它車身也沒有這麼的低 因為車身低喔 有幾個壞處 你除了停車場出入的問題先不講 其實因為你離地越低啊 那個輪照 輪胎跟路面上接觸的那個輪照聲 反應上來的車體的聲音是 程度是更大的 就已經排氣管 你的傳動機制 機構的這個聲音 都在底盤 底盤的回收 聲音的回收 會造成你室內會覺得很吵 所以像我開這一台手排的 我講86齁 我常常要說F5 RX我都覺得卡卡的 你要開這個有改裝過的86 這個車的這個底盤的 詐音就比較多 但是坦白話講 一樣開上這個山路 那穩定性一定是這個獲勝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爽一下 對不對 欸我來載我馬子了有沒有 像那種收過百貨 晚上十點 後門 都停一大堆車 要再跪節下班 有沒有 欸 我們雖然不是開 對不對 Por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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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們媽也不是開什麼雙B 沒那麼多錢 我們花個六十幾萬 有一台86 停在那邊 也不會有一種 相形失色的感覺 對吧 我那也是 這麼有屁股啊 對吧 不是 你們這些人怎麼那麼表面 為什麼要比較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對不對 我難道不能開Vios 接跪節下班嗎 可以吧 對啊 等一下 拍一下 開Vios 再跪節下班 開Vios去 站你老婆 我老婆OK啦 我老婆騎我招牌也坐 哪有差啦 我們的人 不是那種 我們人是靠我們的內在 對不對 我們不是在靠外在 我們靠的是我們的混血血統 好不好 我剛剛都在想 我剛剛現在 混血那一天 對 我們那不靠車子 好不好 反正你如果只是想要爽一下的話 買自排版的 原廠不要改 我建議是不要改 因為這個車 我剛剛講 你除非改裝是非常精品的改裝 非常有Sense的改裝 你用的是這個原車原用 原裝的 甚至御用的改裝品牌的改裝 以外 土炮的改裝 或者是你給了 不會設定的店家去設定 你車會越變越虛 會虛虛的 所以我之前常在講 我不喜歡買改裝車 為什麼這一台我買了 為什麼這一台我買了 側頭側尾 我都可以感受得出 這一台車的前車主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態在照顧這個車 這個肯定是愛車如命的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買改裝車 要買什麼 它改的東西 剛好跟我們的想法是match的 真的 你如果說今天 我是這台車的車主 我也可能會去弄這些東西 你看CT200內裝我們都改色了 對不對 車頭也改 外觀也改 漂漂亮亮 內裝自己覺得舒舒服服的 方向盤 有沒有 有沒有 看起來賞心悅目 Carbon 有沒有 柯P 應該沒有辦法貼這麼多 給大家應該也穿上 的氣勢 改車好玩就在這邊 你改一個傳動軸 你馬上就能感受出它有什麼不同 油耗 開起來的轉速的反應 油門反應 你馬上就可以感受 你開個一兩桶油 你馬上就可以感受出其中的不同 所以這是改車另外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對不對 你慢慢的慢慢的 從它不會慢慢的教它 對不對 到我們11個顏色 它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老爸不是在說的嗎 屁股拍一下就拍真這樣 差不多 這知道意思 我們賣這種車出去 會遇到一些問題 保固的問題 你一般保固引擎變速箱 來買這個車的 回去就是要Pay的 對不對 阿媽每天在給我操轉 Pay到已經 回來叫我保固 那怎麼辦 會來買這種車的 會是他媽 有空在家談談古證寫寫書法 那種人嗎 一定不是的 對不對 出去就是 要跟人家輸贏了 這個保固怎麼算 好啦 那 這個車大概也就爽一下 讓大家皮方結 那喜歡小時候的影片 要記得幫我們留言 訂閱分享 那 新年快樂 應該是新年期間上片了吧 不知道排到什麼時候 好啦 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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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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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drink it You just call my name I'm never gonna drop it Gonna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to the top Gonna make it hot Gonna make it till it drops Gonna make it up Gonna take it to the top Gonna make it, never gonna fake it Gonna make it, never gonna fake it Gonna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never gonna fake it G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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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it, never gonna fake it I'm gone take you to the top I'm gona make a cute girl We gonna make a to the top We gonna bring our hands up We gonna bring our hands up We gonna bring our hands up I'm gonna make it hot Gonna make it till it drops Never gonna wake it up Gonna take you to the top I'm gonna Gonna make it Never gonna slope Gonna make it We're gonna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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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